近期香港新盘的销售气氛一般 发展商纷纷减慢销售的步伐 7月预售楼花同意书的申请中数再次跌至零 这是今年的第二次 都是设立以来的第一次 而且首7个月的总申请量按年大减26% 代表现在新申请或获批的楼花数量少得可怜 就算推出市场 都以低价开盘策略求量不求价 导致发展商卖楼的意愿豪低 兴建的步伐都放慢了 很多项目都延长了预计落胜的日期 例如九仓的不甲山龙长度项目 新地的启德天晒天 就算批出楼花同意书 都不代表一定要开盘卖楼 只不过发展商是有一个主导权 等着减息或楼市起好转后再出手 目前未卖的楼花有1万多个 货美单位有2万多个 即市场上代售的单位差不多是3万多个 香港楼市弃弱了2年 设立了之后虽然有反弹 但后继佛力 发展商面对购买力萎缩 但都不愿意降价买楼 就算砍价买,都是以新介盘为主 市区一些靓地靓盘都是拖住 就导致一手私人的单位不断积压 未来3-4年 私楼总潜在的供应量创新高 截至今年的第二季 滚传的燕楼和楼花单位约9万6千伙 发展商的存货压力山大 最近就发生了股灾 大家都在憧憬9月尾联署的减息 买卖双方都在观望 买家就犹豫不决 卖方就不想倒在黎明之前 个人认为减息效应是滞后的 它仍然会保持这个趋势 向下一段时间到减息的末期 足底再反达 至于这个时间是多久? 个人认为是下年农历年之前 应该是谷底 因为那段时间是楼市买卖的淡贵 都是减息威力最强的时间 前提是美国压倒自己的通胀 不会再加息 你又觉得呢? 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 我是Louis 我们下期再见